小邦夜曲 常被認為是最優美的短篇七月獨奏 88歲高齡的美國鋼琴大師Lipkin 用豐富人生經歷來詮釋 這就是音樂 由世界世界最瘋狂的人類 最多你感受 你感受到的感受 你也想繼續 因為我經常說 這就是音樂師 這就是我們的語言 所以我們想繼續說 Lipkin 19歲 就獲得國際音樂大獎肯定 近80歲的時候 錄製貝多芬全集 被美國著名雜誌選為 十大古典音樂最佳專輯 他不只演出鋼琴獨奏 也參與室內樂演出 還曾擔任20年的指揮 更在全美最知名的兩所音樂學院 費城Curtis音樂學院 和紐約Julia音樂學院 教學數十年 來自台灣的亞太弦樂寺重奏 也將在演奏會上 與Lipkin合作 帶來德國作曲家布拉姆斯 唯一一首鋼琴舞重奏 我們在練琴之前的一個小時 他說他要先去練鋼琴 練一個小時 才來跟我們練 所以我自己也滿期待的 因為我很少碰到 這麼敬業的老師 Lipkin演奏鋼琴超過一甲子 就為頂尖音樂家不斷突破自我 展現純淨無比的音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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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